我心中 年底的啦啦隊非常的多 這樣也有可能會造成 地震系球員場上的壓力 但其實 對方的啦啦隊很多 可能也會造成法律系的壓力 你可以看到像啦啦隊這麼多 但是屬於落後的局面 如果再不光自己隊伍加有的話 那感覺非常的可怕 好現在曾知青發球 地震系第一球原來是沒有處理的相當好 因此沒有給自己 公子的示範 看到地震系就算老往沒有籃到 也是可以很穩定的把球接高 不過想攻擊首先要再多給自己一點信心 那吳天賤公子 剛剛打了一顆大直線 你看到天哥打球 力道並不是那麼的大 不過他的旋轉 手腕真的是非常的好 而且他是早點打 你看到剛剛地震系的直線 就是放空了 現在還是曾知青他球 不過這球拗爆了 但是地震系接噴 地震系可能嘗試想要接起來給自己攻擊的機會 現在法律系比地震系二比呢 地震系現在要趕快想辦法減少自己的失誤 地震系準備攻擊 這球拗球又失誤 其實在快攻的部分 拗球員跟快攻手的搭配是不是很重要 沒錯 就平常一定要積極的練習 而且比賽的時候其實拗球員 是會移動的不是站定位 所以那個快攻相對的更難配 但是地震系這球拗球又失誤了 地震系接球又失誤了 你看到法律系快攻騙掉對方中間一個籃網 然後天哥的攻擊就可以打得比較輕鬆 地震系列克扯籃網的分 現在激烈自己的失誤 反對拉對我之間叫相當大聲 現在法律比地震三比一 不過我想法律系應該不會因為這顆被籃到 然後造成自己刺激的這樣 因為他們其實還有領先一局 地震系現在應該要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天哥的攻擊又是轉一局直線 地震系現在應該要注意在直線跟斜線的部分 要好好地防守 我想地震系要先把直線站 然後讓天哥打直線的時候 他們都可以接起來 然後注意一下天哥直線跟掉球 因為天哥已經比較沒有年輕的時候的爆發力了 所以我想斜線應該是比較好接的 地震系這顆球後盤沒有處理得很好 因此主球員也無能為力 沒錯 救不回來 而且場邊拉拉隊其實會影響到他救球 對 法律系這一球 發球奧波爾 沒看到地震系場上的氣氛是比較凝重的 相對法律系來說 法律系反而就是一副輕鬆的樣子 地震系可能是因為場邊的拉拉貴 對給他們的壓力還有自己這樣嗎 第一局 地震系抓到了這顆二號而已 不過我想因為 法律系的舉球員舉太高了 嗯 然後造成這顆進來只能掉球而已 這顆也是嗆死 長得 現在地震系逐漸打是自己的信心 沒錯 可是其實剛剛從剛剛到現在 地震系的前四分裡面 可以看到其實 很多顆球都不是攻擊得分 嗯 我想他們可以繼續 好好把握自己的防守的智慧 我們看到法律系現在開始有點光了 嗯 現在法律系比定勝5比4 像這個時候我想要舉球員就可以 嘗試舉常攻讓天哥去處理 因為天哥的經驗相對比較老到 所以天哥又是打了一個 找了一個動打 像比較亂的時候啊 就一定要找一顆穩定的得分點 就是可以穩定把球處理過去 如果是快攻的話 就是舉快攻 可能修正球快攻什麼的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法律系在場上 球員的穩定度還是比地震系高 沒錯 因為 法律系不管怎樣 就是 球區的再差 他們都會覺得 有天哥可以處理 相對地震系 就沒有一個 特別突出的指標性能力 地震系算是比較 感覺比較團體性 對 該能到法律系發球 快攻 這顆快攻就有點黏著手 而且舉太高了 造成timing配不起來 可以看到其實快攻手 跑的時間是對的 嗯 其實快攻的時候 其實很蠻容易觸聞 或者是越界的 因為 會想要把那顆球處理好 如果舉球也舉不好 既就是這顆球又接噴了 既就是這顆球又接噴了 既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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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想可能是因為跟他的長相有關係吧 呃 想你以為的特色是 手汗很多 所以 他是舉球人 你可以看到他在舉球之前都會先擦一下自己的音 比方Viu去 好 像剛剛法律系又攻擊失誤了 沒看到 法律系 除了天哥跟 曾知青以外 其他人的攻擊並不是這麼的穩定 不過剛剛曾知青的接球實在是非常的不好 高手可以往後接 謝謝 第一次越界法律系得分 現在輪到天哥發球 天哥想必是跳發 天哥又要發他喜歡的跳發了 其實跳發不只他的球速會比較快 他的動作也是會嚇到對手 如果在一般系隊的比賽沒有看過跳發的話 可能會有威和性的作用 不過我想在校內比賽 兩隊畢竟對一個 就是 互相有所了解 因為 大家都打了那麼久 然後曾知青這球 攻擊中出的非常好 地震線籃網還是太直 可以嘗試再籃斜一點 不然的話就把球碰高也好 讓後面也可以直 我們可以看到曾知青以外 剛剛現在攻擊一直蠻穩定的 沒錯 法律系這顆發球失誤 也不要造成自己太大的壓力 畢竟你們還領先 現在地震系發球 現在法律比地震11比8 曾經打一顆2號 地震系攻擊得分 這顆球三母的斜線已經都被籃死了 所以他嘗試轉了一下直線 雖然沒有手腕很好 那顆球沒有什麼手腕 不過還是得分了 地震系的籌拳 因為地震系的籃網 相較法律系的也比較沒有那麼好 遇到有速 就是攻擊速度比較快的球員的話 地震系攻擊 這顆球是可以touch out 這顆球touch out得分 現在地震系比法律系9比12 地震系可以嘗試配配看2號 對 因為他們兩隻中間手 身高都非常的夠 地震系這一球直接噴了 就要看台上 可以看到曾經的攻擊 在這場比賽來講 真的是表現得非常的好 幾乎是一球一分 不過他現在到後排 防守就要好好加油了 曾經發球 地震系攻擊 天哥攻擊 天哥攻擊又得分了 剛剛這顆球打得相當的有爆發力 我想他可能是聽到了我說 他年紀大了 現在法律系比地震系14比10 地震系依然咬得很緊 曾經發球out ball 現在法律比地震14比11分 這顆現場看out 我想剛剛竹筍 並沒有注意到這顆球發過去 嗯 現在地震系發球 你看到曾經的接球 沒有辦法接得像其他球一樣的道路 剛剛這顆 恭喜碰到標竿了 是個out ball 所以現在法律系比地震系14比12 地震系要趕快好好把握這一波 把分數追上來 我想可以對法律系造成一點壓力 嗯 一般來講在攻擊的時候 為什麼 直線跟斜線的球會比較難接 直線跟斜線的球會比較難接 對 嗯 我想斜線的球可能會比較好接一點 因為直線的話 一般戲隊 可能都會覺得 攻擊手不會打直線 所以會去接掉球 嗯 然後會造成那一塊就很空 後面的球 對 你看到這一顆直線又有得分了 嗯 再來法律系比地震系12比13分 地震系要好好把分數咬得住 才有辦法拿下這一局的勝利 嗯 像我們剛剛有講到快攻啊 其實在法律系跟地震系 兩隊的快攻到底是誰比較穩定 其實就剛剛來看 我想從現在看 從剛剛看到現在 是法律系的快攻表現得比較穩定 地震系的 快攻 舉球員跟快攻手 幾乎沒有辦法配合起來 這顆時間差的攻擊 這顆時間差的攻擊 卡律系後排 反正錯誤 這球是陰殺 曾智欣現在反手要好好加油啊 好 現在球全到了地震系的手上 然後曾智欣接球的時候 身體都會向前挺 然後屁股跳得很高 我想這對接球會是比較好 對 現在地震系 第三球出了過去 對 你可以看到在 這個位置的時候 其實他們的球就是 每顆球都抽給天空處理 沒錯 當這顆球打過去的時候 第三系似乎有點錯誤 不過球也是落地得分 所以並不造成任何影響 現在輪到三號的蔣立委發球 從比賽開始到現在 我想蔣立委發球是很穩定的 所以法律系可以利用這一波 好好的把握 對 地震系剛剛掉球但是被接起來了 天哥殺球又得分了 地震系的 手斜線的感覺手太上來了 手太上來了 對 對 法律系 十三號李風澤 也是現任隊長 他讓調球得分 地震系要好好趕快 穩定自己的軍心 對 我想再試一分的話 可以考慮喊戰比 現在比赴零到達了十九比十五 對 但地震系並沒有很暫停 如果再被拉開的話 我想這一局就比較不妙了 對 有點難追回來 法律系發球 地震系 做修正 地震系還是把球碰過去了 然後法律系一兩公斤就對了 看到法律系有嗆死球的話 幾乎都是配快攻 然後地震系根本就沒有籃網 所以一路就成功了 就一直被打 一直被打 現在地震系叫了暫停 那比十五已經到達了二十比十五 其實這一局地震系也咬得比較緊 但是地震系只要一咬住以後 追平就會被法律系拉開 這樣可能地震系沒有辦法 好好把握自己的得分機會 其實法律系從地震到現在 他們的表現一直都還蠻穩定的 不管是防守或是攻擊的方面 反應也是很快 對 我想去年教練有說過 就是可能 又要到勝 就是要拿下這一局的時候 又會有害怕成功的感覺 不過 今天在法律系身上 並沒有看到這個現象 可能是因為 他們一向就是 戲劑杯的常勝軍 對於這種比賽情境 比較不用那麼害怕 那你覺得地震系接下來要怎麼樣 才可以挽回 他們現在落後五分的這種差距 地震系就算 地震系攻擊如果打不出來的話 實在是有點難挽回 因為他們如果把球黏過去 法律系的攻擊還是相當有威脅性 而且地震系的籃網並不是那麼的好 並不是可以抓到他們的攻擊時間 我覺得可能是 因為地震系他們其實 剛剛的攻擊 然後發揮得很完善 因為他們地震系 感覺打球都有點差距 都不太敢打 對 因為他們可能很小心 就是怕失分 所以就不太敢打 所以他們的攻擊沒有打出來 依然是法律系的 三號蔣義偉發球 地震系開始緊張了 地震系後排開始有點不穩定 沒看到 像場上有很多球 天哥都會對他的球 就是場上的隊友們下指示 因為天哥的經驗非常的夠 對於球可以迅速地判斷出來 剛剛那一球就是 雖然有點近往 但是其實已經知道 不過已經過了 對 蔣義偉發球真的很穩定 對 是快攻嗎 因為快攻時間點沒有抓很好 但是還是過去了 舉球員有點黏球 把球整個吸下來 地震系籃網 二號 地震系接球 對 對 這場法律系判斷錯誤 不過我覺得 這一球並不會影響到他們 現在的表現 因為其實還領先五分 對 而且只要在四分就可以拿下 七倍的冠軍 對 地震系發球 二號 一人是天哥攻擊 那 法律系只要接槍石球 就 會配很 就是不是配快攻 就是配時間差攻擊 而且我想地震系 從剛剛打到現在 似乎沒有警覺到 對方會這樣打 現在比數已經到達了22比16 天哥發球 對方 法律系現在應該是希望 天哥可以發完 這場比賽 沒錯 不過曾治心在前排 所以我想可以 比較不用那麼擔心 地震系攻擊 謝謝 地震系攻擊的哥 不管怎樣 就是一定要敢打 不然我想地震系 要拿下這組的可能性 就不太高 現在比數已經到達了22比17分 雙方差距依然是5分的差距 現在地震系一定要減少自己的失誤 像發球失誤這種事情 就絕對不能發生 這顆球法律系得分 地震系還是沒有辦法掌握曾治心的攻擊 地震系今天 可能 有點危險了 沒錯 第一次打冠亞軍賽 嗯 我想他們的心理壓力一定非常的大 我們到法律系發球 舉了一顆八股 法律系現在24比17分 才1分就可以5連霸了 不過今晚剛剛第二顆發球事物都沒有過 對 對 這顆有過 這顆選擇發一顆軟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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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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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局有進步很多 第二局後半段攻擊有打相對的比第一局還很多